紅藜營養權分價值高的農作物 也是許多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作物之一 嘉蘭部落積極發展紅藜產業 但是目前市場需求不大 卻面臨滯銷的問題 多達2000斤賣不出去 在部落來講 紅藜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無化性的農作物 因為這個紅藜如果不存在 其實判不見台灣族的 農作物的無化的一個發展 滯銷的部分是一個全面 應該要去檢討的 因為整個市場的需求 就紅藜來說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紅藜的好處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農作物 經濟價值 營養價值是最高的 但是因為需求不大 整個社會並不了解它 所以它是一個孤獨的紅藜 很可惜 在土版部落耕種紅藜多年的吳振中提到 早期也有面臨滯銷問題 透過許多網路銷售平台 增加產品曝光率 也和業者合作 開發紅藜口味的麵包或貝果 市場上已經累積不少固定客員 我怎麼去解決我的那個 紅藜製銷問題就是我 就是可能做加工品 比如做成麵包或貝果這樣子 然後來 然後因為消費者可能會覺得說 有做麵包做貝果 他們會直接可以使用熱了 就可以直接吃了這樣子 因為我經營紅藜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說在那個一些市場上面有一些老顧客 然後他們就會固定跟我先預購的方式 所以目前來說我比較不會有自銷上的問題這樣子 吳振中透過自身經驗建議可以朝作物附加價值著手 並透過網路等行銷方式推銷產品 不過嘉蘭部落目前大多以中老年人種植居多 對族人來說要上網行銷賣東西並不容易 記者無據台東京風採訪報導